买了就下跌 一卖就暴涨 那我们来学双阳缩备量 一买就暴涨的量价模型 最好用的量价起账点模型 学会此形态股票赚钱块 OK 隔壁老王每次精准买入 仅三个交易日收益高达42% 开心得不得了 这是什么绝招这么厉害 学会此方法 暴涨轻松抓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学习这个绝招了 第一次来听我视频的朋友 一定记得先订阅频道 以便你反复学习这个战法 废话少讲 我们直接上干货 老王的双阳缩备量的买股诀窍 可以拆解成四个条件 第一 下降末期 先出现一根底部高亮阳 然后第二天出现一个缩备阳 也就是成交量呈现被缩的阳柱 接着第三天突破第二天收盘价 就买入 第四 缩备阳柱的最低价为止损位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股价经过一段时间下跌后 在股票下跌末期 先出现一根底部高亮阳 这意味着买盘踊跃 特征呢 是成交量明显放大 一般情况下呢 要求底部成交量大于顶部最大量 或者至少是20日的最大量 但是这里能买入吗 当然不能了 老王买入的第二个小诀窍 就是在高亮阳的第二天 要再出现一根缩备阳 一定注意要阳线 成交量一定要成被缩量 我们简称为缩备阳 意味着空方力量大大的减弱 多方很容易把股价推起来 这便是双阳缩备量 此时当第三天股价突破第二日阳线收盘价 就是绝佳的入场点 同时呢 既得设置高亮阳对应蜡烛的最低价 为止损位 随后买入股价大涨 19天上涨201% 是不是这种感觉棒极了 再看这只股票 隔壁老王呢 这次是如何精准做到一买就齐飞的呢 首先啊 股价在横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放量 收出一根突破型阳线 成交量也有放大 第二天继续上升收阳 交易量也成倍缩小 第三日股价并没有突破第二根阳柱收盘价 所以一的位置不是真正的双阳缩备量买点 二的位置呢 也是一样没有满足双阳缩备量买点 到了三的位置 才完全满足了双阳缩备量的条件 三的位置呢 显示放量收出阳线 说明洗盘结束 多方放量爆拉 第二天股价继续上升收阳 但是成交量明显缩小 且是缩备量的特征 双阳缩备量 当第三日股价突破第二天股价收盘价时 老王及时进场 随后十个交易日就大转179个不赞 精准买入一买就起爆 好了 老王的双阳缩备量抄底战法 你掌握了吗 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你看满足老王的模型吗 如果你觉得满足回复一 不满足回复二 结果我们发现后面就震荡含白了 哪里出问题了呢 少了哪个条件你知道吗 回复数字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二个条件呢 不完全满足 需要是一根阳线 缩备量是满足的 但是对应的股价虽然是个蓝色 但是跟昨天收盘一样 所以不能算是一根阳线 只是一根假阳线 我们要收真阳才买入 不收阳绝不买 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一位双阳缩备量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条件啊 一旦满足了都是暴涨 我们来看图啊 这个股票呢 先横摆一段时间 然后再下跌 随后出现放量阳线 成交量属于阶段的高量 随后股价继续上升收阳 成交量却出现大幅萎缩 满足双阳缩备量的模型 说明啊 空方力量大大减小 多方仅用很小的力 就能把股价推起来 第三天股价突破了第二根阳线收盘价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精准买入了 买入就暴涨 短短15天呢 就暴涨207% 精准买入 获利报复 这个模型啊 之所以好用呢 就是无论在低位 还是中间都能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中间的案例 这个案例啊 双阳缩备量模型 不是出现在低位 而是出现在上涨的第二波的开始 股价先上升了一小波 随后出现三天小跌 之后就出现双阳缩备量模型 这个案例呢 没有在第三天突破第二个阳注的收盘价 而是两天后才突破 之后的上升呢 不是很快 13天才涨了10% 因此最好呢 是在低位满足双阳缩备量模型的 而且最好是第三天就突破出现买点 否则容易失败 即使涨了也可能涨的不多 如果是出现在三浪的主升浪开始会更好 在三浪主升浪开始呢 不需要很大的成交量 只需要放量就可以了 然后满足双阳缩备量 买入通常会是更爆裂的拉伸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股价先走了一波上涨 而后缩量横摆了很久 突然股价放量突破整理平台 之后第二天股价继续上升收阳线 但是成交量明显缩小 这是非常典型的缩备量特征 满足双阳缩备量模型 当第三日再收阳 突破第二天阳线收盘时 老王及时进场 随后22个交易日就大涨91个不散 再次精准买在起爆点 双阳缩备量精准买入发财致富 老王的双阳缩备量超低战法 你掌握了吗 学会量价分析掌握股市语言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四个点 第一双阳缩备量它可以出现在底部 也可以出现在中间 出现在三浪的起爆点出击更好 第二个最好是找第三天 就能够出现买点的股票去操作 第三如果此模型出现在高位要小心 尤其是放量大涨过后 比如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股价上升了一大波之后 突然放量上涨 第二天股价就继续上升 相对应的交易量出现缩备量 第三天股价收扬突破第二天的收盘价 但是因为前期涨了太多 加上来又放出阶段的大量 所以容易结束上涨 第二根阴线最低价为止损跌 对于双阳备量模型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欢迎留言下来 我会及时回复你 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双阳备量模型 如果不想错过的朋友 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收听了 好了 订阅频道 更多好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